剛才我聽到那些建制派的議員在講那些九不答八的 什麼不是武漢肺炎那些 我只想起一件事就是 有很多人是崩口人 忌崩口喚的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會不想提武漢肺炎呢 就是武漢和中國大陸是隱瞞疫情 現在你個個都不相信也好 主持人你記得我們有一個都很尊敬的學者 港大的管日教授 他都在最初的時候說過一件事 他說由於疫情是沒有在最初的時候受到真正的注視 他已經預視了 他那時候是很早的 已經說這個疫情將會令到很多人命的傷亡 而他自己都說過他不可以再說話了 因為他的憤怒和哀傷是最大的 第二個大家還記得就是袁國勇教授 袁國勇在最近一個其實是內地鳳凰衛視的一個節目 就是已經是你看到大陸資本的一個電視節目 也不是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就殺了他 就是現在那些人是這樣做事 他都說了其實在十二月尾的時候 那時候呢 袁國勇教授已經在國內的一些同行 即是我們的一些同行 在做傳染病的渠道之中 在十二月已經是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冠狀病毒 即是可惜呢 我也都覺得是很遺憾 袁教授呢 他沒有在第一時間 是將這件事呢 是跟香港人講 也都他是沒有跟林鄭講的 或者他講了林鄭都不聽 因為他呢 就是其中專家委員會裏面其中一位來的 但是專家委員會裏面講所有的東西呢 如果你看回政府都是沒有做的 除了他 包括許樹昌教授呢 都講了 最重要要做的事呢 是封關 我們就見到我們的特區政府 去到今天 都不肯去封關 去用一些呢 是其他的方法 我這裡想引述一些數字 讓大家知道呢 其實那個情況是幾惡劣 在最初二月八號 當政府呢 是宣佈了他那個所謂呢 十四日隔離 包括港珠澳大橋啊 深圳灣口岸啊 還有機場呢 最初 第一個階段呢 在這個 港珠澳大橋入境呢 是真的好少的 是百百中 但是大家都知道呢 在港珠澳大橋來的 只要你聲稱呢 你在澳門來呢 你就不需要是十四日的檢疫的 那我 我相信一個普通人都知道 政府不會不知道的 但是呢 這個這麼大的漏洞呢 大家都估計到是政府特意流出來 是開一條渠道呢 給很多的人 無論是國內的人 或者香港的居民呢 是逃過這個十四日的檢疫 所以去到三月的初呢 是已經去到六千三百多人 幾乎八倍 是八倍的人用這個渠道 那我們現在看到一個消息呢 是很擔心的 就是三 現在武漢的機場呢 已經是宣佈了一個消息 就說呢 是預備三月二十九日呢 就會復航 你試想一下 如果武漢復航的情況 就是說 武漢市 所有的居民 是可以去到全中國 還有更加離譜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 可以在那個網站 買到在武漢來香港的直航機 就是這些我想顯示什麼呢 就是我們見到 其實 如果有人認為香港現在的疫情 是受控呢 簡直是匪夷所思 這個是基本上 是不知道的危險 早幾天的兩個事件 看到呢 第二波 估計在中國大陸傳到歐洲 和美國之後呢 就彈回來 有一點我想說呢 主席 有關於那個武漢肺炎這個字 就是我覺得是很離譜的 醫學上呢 就從來呢 是不會說一個地名 而是有歧視的成分的 德國麻疹 就是很多人說 已經是一個很古老的病 但是我們不會因為有德國麻疹 去歧視德國的 是不是 你會不會歧視德國 因為有德國麻疹 是不是 這麼白癡的 即我都不想說那個字 真的白癡的 你想想現在中國 我們的政府多威 我是武漢市 湖北市 去到意大利 伊朗 教人家 教我們 哇 我們因為 肺炎 在我們那裏行先 我們現在 好有很多死人 在福建那裏 的經驗 是怎樣可以幫意大利 或者伊朗去對抗疫情 喂 你這個衛國爭光 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多少人 雖然我們 即是 源頭 這個源頭都是武漢 但是現在我們 已經發展到 外國祖國已經超越了 已經 已經在教人 不過我真是擔心第二波 將它全面復工 開放湖北武漢 甚至給直航機來香港那天 我真是沒有眼看 主持人 因為現在3月29號 如果真的 那個消息是真的話 我們真是有段時間 所以我們很想 即是我們的議會 不只是內委會 即是我們的財委會 都是亂了大龍 你都見到 我們要求它 就是 跟這個疫情有關的撥款 那我們就做 跟疫情沒有關係 那些 警察加工有什麼 這麼大的關係 是不是 OT錢 多少錢 加起來 多少億 九億 十億 那個已經是中段的數 大把錢 那些警察 現在還繼續開OT 為什麼怕他沒有錢 警察加工 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 香港市民已經看到 眼火爆了 現在我們還要忍受 包括國歌法這些法 這些法例要推上來 所以就 要用盡方法去做 這個不能接受 如果說回歧視 有些人跟我們說 那香港腳 那是不是要歧視香港呢 要不要寫封信去世衛 要求把香港腳的香港的字 拿走它 叫真菌腳 是不是 因為真菌發炎 以後不准叫香港腳 叫真菌腳 我們要不要說這件事 會不會因為有香港腳 會歧視香港呢 我還是會不會被歧視香港 那是否可以 你再給我看 你再給我看 你還會說 沒有說 沒有說 你再給我看 你再給我看 說了差不多20分鐘 你再給我看 你再給我看 喝口水 喝口水 沒想到 他們沒有歧視香港 他們沒有人性 我們都不會歧視武漢 那我想我給時間第二位 我剛才聽了很多同事關於用什麼名字去形容這個病 我覺得這個討論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都用一兩分鐘去講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很感謝Ms.Mo提出了那個證明 世衛的證明就是2019年冠狀病毒病 因為我懷疑某些建制派的同事 是將中共在大陸的官方媒體的說法 就當成全世界世衛的說法 由上一次何啟明議員已經有類似的情況 今天好像又再發生 我想希望毛孟靜議員證明之後 以後再不要說什麼新冠肺炎 這個名字都是錯的 不好意思 都是一些中共的名字 至於你說武漢肺炎 是不是見仁見智都可以說呢 對我來說 為什麼我會堅持說武漢肺炎 就不是因為我想歧視武漢 反而就是我們要打一場仗 就是記憶與遺忘的對抗 因為我們是很同情武漢人 他從12月到現在經歷的事情 他們經歷什麼事呢 就是給一個隱藏消息 跟著吹哨者還要受懲罰 跟著很多人無辜地去 因為這個共產黨愛面子 跟著還要去那幾萬人那些 不知道什麼新年前的食飯飯局 搞到這麼多人死 我們現在是要令到全世界 記住共產黨多麼喪心病狂 為了自己的政權 可以當人民如初狗 去到剛剛最近 習近平還可以反過來說 去武漢那裡視察 還要人民感謝共產黨 其實這幫保皇黨 也不用這麼緊張 因為就算見武漢肺炎 你共產黨都可以把黑港成白 你習近平去那個火神山醫院 那些影子都可以不同方向拆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新聞 你共產黨已經去到這個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去扭曲事實 想將自己化身成為全世界的救世主 還說自己是什麼全世界的吹哨人 就是說救了全世界 既然你們這麼緊跟共產黨路線 這條就是共產黨路線 不用怕叫做武漢肺炎 叫做武漢肺炎 提醒全世界共產黨有多偉大 紀錦是全世界救世主 聽到沒有?